彰化鹿港镇复兴地区的民众长期饱受勾取水质恶臭的困扰 而县政府为此是积极向中央争取到了230亿元的经费 来建构县内六个乡镇式的污水下水道系统 而鹿港镇复兴地区也在7月底要正式动工了 届时完工之后呢 将可以带给民众一个良好的生活品质 溪水黑不见底还会发出真正恶臭 乡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这里是彰化鹿港镇的复兴地区 当地居民长期饱受市区勾取水质恶臭问题 县政府也积极向中央争取到230亿元的经费 来建构县内六个乡镇镇的污水下水道系统 而鹿港镇复兴地区也于7月底来正式动工 第一次第2产动土平安 那第一次工程里面 总工程的经费总共有9.76亿元 那因为我们在整个工程计划里面 我们营建属数补助了94%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会配合备内的预算有95.17亿元 这个部分是我们中央会来协助 那其他的部分是 其他的6%是由县政府自己来得配合款 此次建构县内六个相似镇的污水下水道系统 第一阶段为彰化市 第二为鹿港镇 第三则是河美镇 然而第二阶段中的鹿港镇 也就是将鹿港溪污水节流打造干净水域 且于去年3月份开始进行水岸及流域环境整治 并于今年7月份正式进行水域改善 也就是新建福星污水下水道系统 我们要把水岸以及流域把它整治干净 那自己的水质就是我们要动工的污水下水道 将来整个鹿港的母亲河鹿港溪 会是一条很清澈的 让人家大家喜欢去清水的 去护水的一个领域 结合这个水环境让鹿港变干净了 没有凑水沟 而且也没有这个蚊子卫生变好了 现今几段气候改变下 水资源蓄存不易 更导致水资源严重匮乏 水资源回收再利用 也难以成为重要课题 污水下水道的建设迫在眉睫 也期盼工程建设完毕后 能带给民众更良好的生活品质 接下来林轩彰化现场报道